从深沟看世界 看见新深沟 舌尖上的深沟 走开啦 欢迎收听秘密之一 我爱深沟 哈喽 大家午安 欢迎收听9月3号第14集 我爱深沟 首先是一则追踪报导 上周六在小间蔬菜举办的 新米发表会 相信大家透过迷迷之音 FB直播 以及在场食客们的热烈分享 大概都看到了 七味小农的庐山珍面目了吧 当天大米在活动现场 也捕获了一位拍照超认真 吃饭也很认真 报导也很用力的黄艺书先生 听听他怎么说 第一次 我是觉得第一次 可以吃到说米的差异性了 因为如果从刚开始看 是最不看到over的米 不过今天吃了他的料理 他的那个 那种九层塔花做的料理 还蛮特别的 还蛮加分的 对于松熊阿伯 他种的米我是印象深刻 很好吃 真的是很好吃 接着就是文昌 他的米是油亮的 油亮油亮 我以为他是作弊的 结果一问他说是煮米的方式 会帮米加分非常的多 我蛮惊讶的 所以也请教了他怎么煮米 其实台湾米是很不输日本米 文昌大哥一直在讲这件事情 台湾的米是不输日本米 可是我们对于煮的方式太撩效 应该如果再认真一点 那米会还是会很好吃的 K.O 遗憾他因为他做成是寿司形状 因为已经混合在一起了 像那个 Nana的米也是一样 他做成沃寿司 他说 我把它称为海南鸡饭沃寿司 他就直接做成一样 比较难可以直接吃到米的那种 直接吃到米 over 文昌松熊阿伯 小杰蜜 还有那个谁 卡伊米 他们都是 他们都是直接种米 我觉得这样吃起来 说你会 别别说 每一种米的特性是不一样的 他慢慢 你会 挑选出你喜欢吃的米 大片的菜不一样 那个米的层次也不太一样 也蛮好吃的 蛮特别 很特别 很特别 农夫种到 然后还要这样新米发表会 还要跟大众介绍自己的米啊 你觉得这种场合 这种结合 感觉有什么 特别的感动的 或者是觉得难的 我也觉得生产者要面对消费者 因为我觉得大部分 我觉得他们是在跟自己的农友讲 我种了什么事情 我比较没有听到说他在推销自己的米 我认为不纯粹在推销 我是有点在跟大家报告我是怎么种米的 是不是炫耀是什么 我觉得他都不在意 不在意 可是他把自己整个种到过程交代了 其实分享比较成分比较大 所以农夫之间对于同样是做友善耕作 可是那个做法啊 投入的精神啊 个人的脾气落差都太大 像over就是一种放任式的种到方式 可是曾文昌就不是 今天平米大会over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他完全展现他的个性 来的时候米还不知道怎么煮 还说这电锅怎么用 而且煮的是糙米 我想说over你完了 结果他用这样很随性的搭配出 那个九层塔的菜花 弄一些盐吧 弄一下蛮特别的 我觉得某种程度蛮有创意的 他这种散漫的创意吧 很好我觉得很好非常好 所以每个人都其实有自己的生存之道啦 不用我们不用刻意去把每一个人搞成一样吧 如果大家有差异性大 我觉得这个农村会更漂亮 很漂亮 很好看 谢谢黄艺术大哥的分享 就让我们坚持自己的风格 让农村继续漂亮下去吧 接下来是美国女孩雪青 9月18号即将在松原小屋举办 Open Mic 咬人麦克风的表演活动 雪青是图拉克的成员 生活重心除了务农就是音乐 他很会弹吉他 也会教有兴趣的小农弹吉他哦 在农村没有什么愚性节目 所以呢就自己来咯 咬人麦克风是什么东西 咬人麦克风 其实是英文的话是Open Mic 然后这个就是美国的很多咖啡店 酒吧或校园会办你一个活动 就是有一个地点一个时间 然后大家都可以到那边去报名 就任何类型的表演都可以 然后就看有谁出现就有谁来表演 所以我觉得这个活动很有趣的就是你可能没有办法预期 会看到什么 然后有时候表演的品质有好有坏 可是我觉得这样就比较好玩 如果大家都很专业的话 就是跟一般会看到的表演一样 可是我觉得咬人麦克风这个Open Mic 最好玩的就是可能不一定是很专业的 可能是才刚开始练习吉他 或者是高中生写了一些诗词 然后想要练给大家听 就是任何的表演都可以 然后不用很专业的 我觉得最重要的目标就是要让一些可能平常不会有机会上台的人 有一个机会上台 然后就是一个开放的舞台 一个开放的麦克风 然后大家都可以分享他们想要分享的 可以画画来唱歌 跳舞都可以 讲故事 不一定要是某一个类型的表演 长度呢 要看报名人数 就是如果报名的人比较少的话 那可以让每个人 如果愿意的话表演比较久一点 如果很多人的话 在美国办这种活动一般都会就是 都会爆满 然后大概 如果是音乐的话可能两三首曲子 或者是大概五到十分钟 因为就是希望可以给很多人一个上台的机会 所以不要不要太久 可是到时候如果只有三个人的话 那就可以久一点 可是因为一般人对于上台都是有恐惧的 所以尤其如果说在宜兰 我们想在宋元小屋办的话 为什么雪清你觉得还是值得试试看 不担心没有人来吗 我很担心没有人来 所以我第一次办 我就是要先拿好一些 知道可以表演的朋友 可是我觉得因为台湾可能没有这种表演 这种非专业的表演 所以可能台湾人会更 就是对上台会更有恐惧 上台的恐惧是很正常的 其实我自己也是有上台的恐惧 我也不喜欢上台 我大学每个学期都会办两次 这个open mic 然后我大学四年 每一次都有表演 每次一样知道我快要上台 我就会开始抖 然后就流很多汗 一直很紧张 心跳加快 真的是很不舒服的感觉 可是每次都逼自己要做这件事情 我是想要克服这个恐惧 然后也想就是分享我的音乐 那我觉得如果台湾人可以有这样的机会 可能上台也是会很恐惧 可能就很紧张 可是如果这种 这种开放的舞台 如果这种类型的活动可以流行一点 或者是更多人知道的话 那说不定就会有很多人 很多人是想要分享他们的艺术 因为我如果这次办顺利的话 我希望每个月都可以办一次 就一个固定的时间 每个月的第几个礼拜天 或第几个礼拜六 我希望就可以有一些人是长期每次都出现 然后也希望是每次都有一些新的人 没有看过的人来 也希望就是可能 两个原来不认识的人 他们来表演 然后透过这个活动认识 然后就可以开始合作 做一些新的创作 然后希望就是像我现在开始教一些吉他课 希望这个是一个非正式的一个 一个表演的机会给我的学生 就是如果愿意挑战自己 愿意上台的话 希望每次都可以就是充满机会 所以我是希望台湾可以有更多一些非专业的音乐机会 也不一定是音乐就是表演 因为我觉得艺术太专业化 就变成是 你如果每次看到表演都是非常专业的 那你可能就会觉得 我自己就不够好 我自己的什么就是画画或者是弹吉他 我不行我弹的不够好 所以就可能很害羞不想给别人听 可是如果你常看到一些没有那么专业的表演 你可能就会觉得 其实表演也是我可以做的事情 我也可以有这样的一个发表的机会 不收费的 不收费 可是松眼小屋是一个 有可以买的很好喝的饮料的地方 所以就是尽量消费支持 听完雪青的介绍 心里头是不是有一股热情悄悄的被点燃了呢 不用想太多 不要担心太多 来就对了 举个例子 像现在要听到一位可爱的台日混血小朋友 乐乐唱歌 中文日文混着唱 就是乐乐style的风格啊 这也是可以报名上台表演的啊 别气 OpenMic 咬人麥克風活動的詳細資訊 請鎖定我愛深溝節目 以及松原小屋FB粉絲專頁 節目接下來要進入今天的主題訪談時間了 我是雲林科技大學汪朱仲 您現在正在收聽的節目是 我愛深溝 今天邀請的是雲林科技大學 工業設計系系主任 翁祝仲教授 翁老師好 大明好 我們今天假裝都很正式的開場 然後後面要造經的部分慢慢來 請問翁老師 這是你第幾次來深溝村 大學生來是第二次 之前有來過一次找文泉 文泉就是楊文泉先生 兩百甲的大頭目 可是說起來主要您會來宜蘭都是因為跟文泉大哥的緣分是嗎 對應該是 為什麼你跟他是什麼關係 我們博士班練同所學校 他往我接近來 但是他資歷比我還多 我的意思是他年紀比我大 然後我們同一個老師 所以彼此在同窗的時間彼此就很 close 台大城鄉所 老師您是雲科大的工業設計系 工業設計系 聽起來它跟農村不會有太直接的相關吧 對特別是放在台灣這個社會脈絡裡面對工業設計這個專業的認識 通常不會認為說工業設計會跟農業或是跟農村 或者是跟小農是有關念的 確實沒錯 那你怎麼了 你今年試圖帶著學生不止一次還兩次 然後直接很長時間的在聖溝村進行農事體驗 跟著一起割草啊 然後大熱天的就這個暑假已經來兩次了 每一次都待好幾天 然後住在門卡靠背包客棧 很簡樸 我說簡樸沒有簡陋喔 橫溫 簡樸 很好住很可愛的地方啦 就老師您跟學生住下來 然後參與一些農事體驗 這是一個計畫嗎 您自己進行的某個計畫嗎 基本上是一個計畫 那有一點出乎我的當初的設想 計畫更不像變化 對我的意思收穫更多了 首先先 呃沉浸一件事情 就是呃我們此行前來啊 不是農事體驗啊 呃是學習 是深度的學習 我的認知啊 體驗似乎是一個張志妍 所以 呃 就拜拜託我們不是來體驗 我們是來學習 這是老師得罪人 這一次不是大米得罪人喔 是體驗學生 我知道 大概就是說 因為現在很多所謂以農事體驗 或許就只是可能在玩樂一下而已 但呃所以 當作指導老師 那我們帶這邊呃就試著去了解一些跟農村跟農事跟農務有關的一些呃勞動 好那 那我那再回到你剛剛來問就是為什麼工業設計會跟農村 這件事情有關 呃我覺得要從兩件事情談起 第一件事情是呃在台灣呃大部分包括政府跟民眾都會把呃 某些特定的科系呀 當作是一個促進台灣經濟發展 然後提升呃產業或是企業的競爭能力呃 事实上在设计或工业设计 其实在不同的地区或不同的国家 它其实有不同的层面都可以做出贡献 那只是把它当作是一种促进经发展的这样的工具化 这样的一个角色 基本上是台湾这种以追求发展挂帅 拼经济 对对这个专业的刻板印象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就是说 好那如果我们要去试图突破 或者是走出另外不一样一条路 比如说我们去思考设计这个专业 怎么对社会的发展 做出更有实质性的贡献的话 那第一个我想最基本的就是认识我们的社会 就是让设计师去了解我们的社会 那通常我们过去的专业的训练是没有这一块的 就是一个使用者站在你前面的时候 其实你是不知道怎么去跟他遭遇的 那特别是台湾的产业结构有一大部分是做代工 做代工不是说不要做设计 而是他们做设计的方式 基本上是来自于委托厂的既定的品牌策略 跟他的设计的方针 所以他不是不太需要去做市场调查 不太需要去做对使用者的了解 当然我知道有些代工厂 他目前也有在做市场调查 但基本上就是台湾的产业对使用者的认识 或者对使用者的掌握的能力基本上是不太有概念 然后相对的这个专业其实也不太被培养或是建立的 那所以在前面两个因素的情况之下 那我最近在带的这个学生 大概我有一个也不是说期许 就是说我希望能够做出一些比较不同取向的设计 的专题题目 那很自然就会吸引一些特定的学生来去找我做 一些很有很不一样的很另类的专题的题目 比如说我曾经带过一组专题生 他们做摊车设计 他是要设计给单亲妈妈 卖一些简单的农产品的加工 比如说玉米 比如说欢暑 然后就可以营生 那比如说 318学院报发了以后 我有一个学生找我 他说他很生气 怎么政府可以这样子干 然后他要做一个 那个巨马的设计 这个大概是全台湾的专题 工业设计的专题设计里面 大概不会有老师跟学生想要做的这种题目 它没有什么市场价值啊 经济效益也是都 对显然是 我倒也不是那么 那么教条化 我的意思是 他们如果要做这些商业设计 以后他们去上班 他老板就会压着他去做 那他唯一最有创意 然后最能够做出一些 实验性的设计 同时也是 让我们的同学 去跟社会进行对话的 恐怕就是 只有在执行他的专题设计的时候 才会有这样的空间跟机会 所以我会鼓励 我的专题生 尽量去做 选择这样的一个题目来执行 所以老师你是说 就像你也订了这一次 来宜兰申沟村的这一次 农村的研究专题的时候 才吸引到了 因为你先订专题 然后就吸引对这个议题 有兴趣的学生来 是这样子吗 应该是说 他们本身就对一些 我们的生态 或是我们的农村发展 他们本身有兴趣 我并没有特别 要叫他们做农具设计 但他基本上是 关注农村的发展的议题 然后就找上我来 所以其实我是被他们找的 那我被他们找了以后 我就想 那这样子的话 我一定要 我的指导的方式是 带学生下田野嘛 我们大概不会是在 办公室里面 能够Google一些 这个资料 事实上这些事情 我们都做了 那做了以后呢 我觉得我们要到现场去 我们才会知道 问题在哪里 对 所以你刚刚讲了农具设计 这算关键字吗 所以你们是 这些学生等于是 他们是很有兴趣想要 在农具的开发设计 上这是商业机密吗 可以说吗 我欢迎大家 欢迎踊跃地把它传播出去 因为说实在 我现在工业设计的学生 大概都最喜欢做 比较酷比较炫 比较科技含量比较高的题目 像这种跟劳动生产有关的 这种题目 其实是很不讨喜的题目 那同学他们要做的其实是 应该是说他们想要处理的议题是跟 农业的产销 一开始的动机是这样 农业的产销 生产跟销售贩卖有关 那还没有那么清楚是要做农具设计 那一直到我们七月下旬 在深沟这边进行田间的学习之后 那我们终于比较清楚 应该做什么样的题目 才是对的题目 应该是什么 就是我们一开始还没有进入到田野之前 对那个题目 就是从关心农业生产的销售 那把它放到一个实际的题目的时候 我们的想象是农村破坏凋零嘛 劳动力人口 农业的劳动力人口不足 所以我们要设计好的机器 很省力的工具 以为都是老人家在使用 所以要省力一点是不是 对然后要很有效率 然后让他的这个 这个劳动成果提高到最大 那大概是我们的想象 可是我们进去了以后发现 不对整个农师的生产 其实劳动人口不一样 然后劳动的环节不一样 怎么了 有那么大落差吗 你看到了什么 比如说使用农具的 如果你是做机械化的 这个不是农户 这是代根业者 对 那我们弄出来的东西 原来不是服务到农户上面 是服务到代根业者 它是一个产业链里面 几乎就是很专业的一环 而且通常也是青壮年吧 或者说就是很多年的 真正在农村里面 也是很有势力的一环 对 对我不是说帮他们做农机具的开发 不应该 那我们更关心的是说 如果我们原来设定的 是整个台湾的农业生产 很结构性的问题的话 那我们就更应该去思考 这个代根业者 他所使用的农法 他跟整个农作的生产过程 他到底是占据什么样的位置 这是不是也等于是你这一次田间实习的对象都是找友善小农 这又是什么原因 老实说其实我们一开始对什么叫惯喜农法 什么叫友善耕作 友善耕作其实也是模模糊糊 是到生沟了以后 那个观念才比较清楚 那应该是这样讲 就是说如果台湾的农村的劳动力严重不足是个问题 那这个问题其实很早就出现过 那为什么它还可以持续到现在 现在这个问题被解决过 那我们在现场去看其实也是如此 就是说现在在从事 正在从事那个农作的 其实机械化的程度很高 已经高出我们的想象之外 所以我们原来设定那个问题是错的 可是当我们进去以后才发现 原来大部分的 有一位那个友善耕作的小农 就跟我讲是 农户不必下到田地去的耕作 就是耕耘机 然后那个大翅膀 扫过那个 那个撒过那个农药跟发肥 就就完了 然后他只要做排放水 原来是这个样子 惯性农法 对几乎你可以不用下到田里面 偶尔顺残醉在附近寻一下 那你说的呢 坏人我当然 不过真的啊 因为今天我才跟一个八十岁老农聊天 圣沟村这里的阿伯 我就问他说 阿伯啊你现在收割了 阿接下来还有哪些事情 你田里面大概会做哪些事 他说 没问题啊 没问题啊 一直到没年饭啊 就说没事了 完全就没事了 田青洒下去 当然就是会需要一次打田 那那些就找代耕业者来打田 然后一直到明年春耕再打一次田 就插秧机 这些事情全部都是已经有代耕业者会去做 所以对于惯性的这些长 就是农夫而言 他们都很清楚知道 每一个节奏是该做什么事 打哪一通电话叫谁来付多少钱 所以他会complain 他会抱怨的事情是 哦变贵了 今年又变贵了 所以是工资的事情 他几乎不太会去担心到农具这件事情了 因为就是都包给人家做嘛 所以我们显然对这种 所谓的农事生产那个想象 如果田柳在这个谁知盘中 生力烈皆辛苦 这个恐怕是一个错误的想象嘛 那真的是历历皆辛苦的 可是在友善小农上 确实是啊 只有友善当中的小农 所以问题出在这 问题出在这 所以你们老师会算是刻意的吗 想要找友善小农 是等于是要从友善耕作这个农法里面 去解决他有可能遇到的农具的需求吗 我们的应该是说设计定位啦 后来才是这样比较清楚 因为不特别是为了要服务 或者是要设定以友善耕作的小农 所使用的农具的设计为主 而是这样的农具的设计对于整个台湾的农村的发展 或者是台湾的农业的生产 有机会让这个结构被翻转 那我们认为是一个相对的比较进步 具有进步意义的设计啦 但我还是不明白耶 意思是设计出来的农具 它还是要用来取代人力的不是吗 对 可是如果你是用冠型农法的话 你设计水田除草机 你设计福寿罗的陷阱 你设计如何让你很省力的去翻动 在晒谷的时候去翻动 那就没有意义嘛 因为这些完全冠型农法是用不到的 可是你刚刚讲那些小农眼睛 应该都亮起来了 没有错 这个是因为我们跟他们的互动 然后我们在田园间的学习 才让我们知道 其实我们如果要去服务于 这样比较有生态观念 或者是我们认为是比较进步的 这个对这个社会整理是有进步性的 这种这种农法的话 那我们觉得这些题目是要有人来做的 哇 好棒哦 那最近小农看到那个云科大的师生来 应该是都是眼巴巴的觉得 就我们在等你们 等你们赶快长大 你这样讲我压力会很大 因为这毕竟是对于真正务农 尤其做友善耕作的人来讲 在全台湾各地的人 支持这个农法的人应该都很期待 因为他们坚持的就是 他就是不想撒农药 他就是想要用手工来取代这些其他的 那些惯性的事情 但是他又得要养活自己 所以如果可以很快的 就能够有一些好的工具 那还真的是 感觉像这就是人类文明的另外一个阶段了 感觉像是要回归于更传统的自然生活 但是一样可以透过进步的科技的辅助 然后帮助自己回归对自然也好 对人也好的那个方法 我们希望把科技 或者是适当的科技把它用到对的设计上面 对的人造物的创新设计上 那话说回来您从云林来 好啊 这我就要当面吐槽的是 云林是农业大县 那你大老远的跑来宜兰 也是农业大县啦 但是据师母透露 师母就打老师的枪 这残都这么多啊 这都增车 你不要在这里做研究 跑那么远干嘛 是不是 觉得这两个农村在你自己的那个欣赏角度里面啦 就你选择除了说人为就是跟文泉大哥的熟视之外 你有没有是这个地方跟云林不一样 然后也觉得是吸引你做研究的原因 我讲先讲两点啦 第一个先讲就是说 那个圆山山沟跟云林这边的考量 其实当时我没有特别想 因为我在云林这边接触到的 友善耕作的校农 并不多 甚至有没有其实我都还不太确定 那相对的我对就是因为跟文泉 然后太太跟青松是大学同学 所以感觉到这边应该不会太打搅他们 然后所以就来了 然后再来就是说 我发现其实从云林跟宜兰 有后面其实是有故事的 那个故事是被几个事件串起来 比如说19»,应该是1987年 陈定然当38岁当宜安县县县長的时候 她拒绝了台塞在云林设六亲 那后来台塞就就去找西岚里面最穷的一个县 就是云林县 当时的县长跟议长两个人 拜托六亲 抬缩到云林那个地方去设厂 见了六亲 设厂营运的时候 听说是敲锣打鼓换天洗地 每一个云林人都觉得 从此以后可以脱穷 可以变得有工作机会 然后在其他县市打拼的云林的子弟 都可以缓乡来就业 但后来的发展我们都知道了 云林的人口继续的外流 据我所知好像 就是云林在云林县之外的 这个云林的子弟 是比住在云林县还要多 所得的状况还是一样穷 那这个之前 柯P到府委去演讲的时候 十二年前 宜兰人跟云林人是一样穷 就是收入一样 但现在收入还是一样 但是宜兰人比云林人更长寿 我们的空气变不好了 我们的人口继续外流 那我们得到了什么 这个好像是宿命吧 就是说对于云林这个恶林的驱逐 应该是所有在云林的人的职制跟使命 那再回过头来讲 民进党苏志芬刚当县长的时候 就设定农业首都 在云林 好像是要用农业来去带动 整个县的发展 可是如果要这样子做的话 那我们有没有生产农作的一个好的条件 跟健康的环境 那假如没有的话 我们做出来的蔬果 种出来的这个粮食 这个可以让我们变成是农业首都 然后找到另外一个发展的方向吗 如果这个问题你不把它处理掉 我觉得这个愿景恐怕是非常的虚无飘茂的 西螺是全台湾53个果菜市场里面 最大的一个市场 那透过西螺南菜北宋 那也就是说全台湾的人 其实都吃到了迦南平原 来自迦南平原的这些蔬果 如果迦南平原是台湾重要的粮仓的话 你怎么会让这个粮仓缺水空气不好呢 这个政府跟这个国家 怎么会这样子对待它的粮仓 那显然是不对劲的事情 所以如果也许啦 也许啦这个这个愿景恐怕太宏大了 就是说如果能够把宜兰深沟 这边在发生的一些 对于农事生产相对比较进步跟改革的 这种方法跟观念 不是只有技术上而已 把它从回到云林 这个作为西海岸最穷的县市之一 从那个地方开始去改造跟执行的话 也许有机会再去推广到整个西海岸 逐步去收复我们的师徒吧 或许就是您刚刚提的 如果要复制到云林或其他各乡镇的话 这个部分吸引老师的是什么 我觉得是这样啦 就是在胜过这边我看到新农 而且是很年纪非常轻的 新落脚的农户进行友善耕作 那我觉得是不可思议 就是说农村被认为是一个 西洋或者是说是一个 即将死亡的一个产业 为什么会有年轻人去做这个产业 我也很好奇 那我也想知道 它到底有什么样的魅力 它显然不太能够用 政府所谓的台面上 所谓的农业4.0 这些口号或者是诱因 恐怕不是这个因素 那我们要问的问题是说 到底是什么样的氛围 让这些人 它其实是可以被包容被允许 去做这种很实验的 然后看起来好像 不见得会有成就或成果的东西 那怎么会 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氛围去形成 所以这些人其实都没有放弃掉 他们原来很热衷 想要去做的事情 比如说信言 他还是在做coding 他是一个资讯工程师 比如说方语 他是一个生态学博士 他还是用生态的观念 来去看农作这件事情 对不对 比如说广播 你还是做广播 农村广播 我觉得这是这个地方 很有魅力很迷人的地方 就是他会包容一己 然后什么样的英雄豪杰 他都收 对是包容 就是就好像我自己也还是会好奇 在深沟村就这个以这个农村而言 在地的人的眼光怎么看这些外来者 我自己也非常好奇 所以有时候节目上我会希望有机会我们就多听听不一样的声音 那这种包容的确就是慢慢感觉得出来 他们好像有一点 他们不会是要看好戏 可是他们带着好奇 就在地人不管是惯性的还是一个家庭主妇 他从来不会下田 也不知道什么叫友善工作 可是他看着这些外来的人住进这个村子 然后慢慢的影响 然后种菜种田都不用农药 慢慢慢慢就他们被影响了 然后他的婆婆啦 然后家里的其他人或者是邻居 慢慢的也有人想去学学看 人家那样都可以种啊 你干嘛一定要用药 或者是他会说去买药还得要去宜兰市区 也是要花时间 那不如不要买农药 你就先试着也学人家友善工作怎么做 那样子的影响就发生了 就自己如果说愿意包容 老师所谓说异己 就跟自己不一样的人 然后也到了这个一起生活的环境里面 那种影响很棒耶 对啊 就是那个心胸愿意打开之后 可是也好歹这是一个好的影响啊 如果说像那个六亲 这种恶环境的东西 当然大家也会知道什么是好 什么是不好 恶亲也对 也有一些影响 那特别是他们的公关 做得非常的好 真的啊 哇公关很强 所以回归到老师说的包容这件事情 我觉得是应该如果是圣沟村 所有的村民听起来自己也会觉得很光荣的 对啊 老师你的那种好奇 你觉得这些人就这个环境 怎么会能够造就 有吸引到这么多人来 您自己的答案就真正觉得 应该是因为环境的使然是吗 人的因素吧 第一个就是说 显然的 比如说在松青 对不起 轻松在这个地方蹲点十多年 他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仲介跟缓冲 这些外来 从外地来的这些人的一个 可以取得地方的父老的信任 然后再来这个团体 虽然他们对一些农法 是有一定的这个坚持 不过他们在某种程度上是 是容许很多人他都可以尽情的去挥洒 尽情去做他自己觉得有意义 或者是他感到有兴趣的这个事情 对他不是一个即便是两百甲 文权也说他不是一个非常组织严密 然后又很严谨的这种 这种行动团体或者是改革团体 他常说他们是一盘散沙 他们说的又不是我们说的 他们自己说的 这也是特别的地方 就是不能够太去形塑一个 我们用都市的眼光来看说 一定是因为怎么样 所以他们才可以这样 其实很多逻辑到这边之后会被打坏掉 打散掉 对 老师那你觉得你有可能务农吗 我有可能 你哪里来的自信 务农这个劳动你不能够把它切开来看 不跟它其他的部分合在一起 比如说那个劳动的过程是一群人做的 然后当然劳动的成果是喜悦的 是甜美的 因为你有挂上自己的品牌 然后再来你的单就要卖的比人家高 你就会很屌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 我觉得很有趣的是 他们会对于自己的田地 没有办法照顾的很好 这件事情 并不觉得太羞耻 反过来讲就是说因为 这是友善跟做 所以才会弄成这个样子 哇老师你这一集彻底的黑掉 我救不了你 救不了你 你自己黑掉 你也把小农都弄黑掉 但是他们确实强调 这个要很有礼貌 看到这种状况要很有礼貌 什么意思 像叫人家硬空大师就很不礼貌 怎么会这是一个封号 充满了敬意 哇哦 所以哦 难以如此 真的啊真的 辛苦归辛苦 但好像那种互相可以开玩笑 或者是互相取笑啊 嘲笑啊嘲弄啊 那都是建立在信任上 没有错 没有错 对真的 我也很喜欢那种感觉 所以我在这边 即使明明自己没重点已经很自卑了 然后还被被大家散播 就是笑到不行 然后就是 就不会放过我就对 但是我还是甘之如矣 因为 欸至少 还是聊得来啊 嘲笑也是一种沟通啊 然后互相还是会欣赏彼此的缺点 跟风格 风格是重要的关键字 嗯哼 就是每一个人重点都很有自己的风格 嗯哼 我真的不应该再毁掉这位云宁科技大学工业设计系 8月1号才刚上任的系主任 我不要再毁掉他了 老师谢谢你 哦也谢谢大米 我这就是自己纯粹想听故事 就把你抓过来 希望没有耽误你太多时间 因为明天还要夏天 结果害你现在还在这里 跟我一起录这集节目 感谢你 我们也很期待很快能够看到云科大的发明成果 我们会尽我们的全力把这件事情做好 然后我们也希望深沟之外 特别是在台湾的西岸出现越来越多被群聚的这些 出现在农村群聚的小农的社区 嗯我们很期待 希望下一届啊 或许你要做研究的时候 你又有给多一个可以参考的小农社群的点 哦 例如这样对不对 是 这是我们现在在做自己的梦就对了 在说梦想的时间 好谢谢老师 谢谢大女孩 谢谢你们来听照 本节目没有固定形式 没有固定来宾 但是每周六中午12点固定播出 网络收听品质有好有坏 收听时请享乐操作说明书